我们现在来讲故事好不好 我们要讲什么故事呢 饺子和金人宝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年冬天 天空飘着雪 冷风收收 空气仿佛要冻结一般 路上行人一开口 都会呼出白茫茫的雾气哦 东东的爸爸刚买完菜 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位可怜的老爷爷 这是老爷爷 老爷爷跟他说 好心人 我饿了好几天哦 你可以分一点食物给我吃吗 你可以分食物给他吃吗 这个又不能吃哦 好 这个东东的爸爸就说 我买了一些菜准备包饺子 你来我家一起吃吧 好不好 我要吃 看米哥哥家 小朋友很开心哦 就说爸爸回来了 我们有饺子可以吃了 然后那个女儿就说 爸爸啊 这位老爷爷是谁呢 然后爸爸就说啦 这位老爷爷好几天没东西吃了 我请他来我们家吃饺子 然后小朋友就说 老爷爷 你请先休息一下吧 东东全家人合作 姐姐和东东负责包饺子 爸爸和妈妈忙着煮饺子 有没有 吃饺子很方便哦 好了 妈妈说 饺子煮好了 大家快来吃吧 妈妈把热乎乎 还冒着白烟的饺子 分装到每个人的碗里 然后 东东就算啦 12345678 咦 以前啊 每个人 都可以吃到十颗饺子 怎么今天变少了呢 姐姐说 因为多了一位老爷爷啊 所以每个人分到的饺子变少了 然后爸爸安慰着说 我们少吃几颗饺子 就可以和饿了好几天的老爷爷 一起分享啦 这样 每个人都能吃饱 对吗 碗里的饺子一下子就吃完了 爷爷就说 请再给我一些饺子吧 小朋友就说 妈妈 我们还很饿 东东的妈妈心里想 可是锅子里面 只剩下几颗饺子 该怎么办呢 老爷爷突然对着妈妈大喊 捞饺子的时候 千万不要数饺子啊 为什么捞饺子 不可以数饺子呢 不是要大家平均分配吗 这时候 妈妈点点头 后勺捞饺子 没想到锅子里面的饺子 怎么捞也捞不完 装了满满一盘 又一盘 妈妈捞了一次 两次 三次 大家吃了好多的饺子哦 东东说 我最爱吃饺子了 好好吃哦 好好吃 你喜欢吃饺子吗 喜欢 他们吃了好多好多的饺子 在寒冷的天气里 大家最喜欢吃热乎乎 还冒着白烟的饺子 吃得浑身冒汗 又饱又满足 尽管外面冷风收收又飘着大雪 室内却非常的温暖 充满笑声 大家都很开心有没有 嘻嘻哈哈的在吃饺子 隔天 隔天准备早餐时 妈妈发现锅里的饺子都变成金元宝了 这时老爷爷突然乘着一朵白云飞到天上 他说 谢谢你们 昨天请我吃饺子 好心人 有好报 原来老爷爷是一位神仙 为了感谢东东一家人的帮助 所以变出吃不完的饺子 又把剩下的饺子都变成金元宝了 所以人家说饺子又是金元宝的意思对不对 好啦 这就是水饺和金元宝的故事 好听吗 好听 转转 也可以试着多听听可爱的故事哦 最后跟大家说什么 拜拜